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2年9月25号下午2点 行动派台中市长蔡其昌的竞选总部 就涌进将近600名支持的民众 中华民国彩券工会跟运彩工会等券商跟业者 就在何玉琪理事长跟杨庆忠副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前往台中市南屯区市长候选人蔡其昌的竞选总部 成立人数众多的后援会 感谢蔡其昌在立法院副院长任内 对体育赛事运动产业跟运动彩券业者的贡献 我们这几年看到我们的职棒从第五队 然后增加到第六队 甚至于我们的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的第26条之二 也透过副院长的大力的来支持 从这个企业赞助这个职业球团 免税额从100%提高到150% 今年底台中市的选情格外激烈 现任市长卢秀燕最近因为远见杂志的民调显示 他在六都市长的表现上掉车尾 也让人不禁怀疑卢秀燕的施政能力 反而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 似乎后视看好 今天下午的这一场运彩工会后援会的成立大会中 有五名亚运金牌跟奥运银牌的国手 也都出现在蔡其昌竞选总部 这赠感谢状肯定蔡其昌对于运动赛事的投入跟付出 那我长期投入长期关心 那后来也因为这样 这个五个职棒球团才来邀请我 来担任中华职棒的会长 那事实上不止在棒球运动 我想其他运动赛事也是我长期关注支持的 所以我本身也是台中市累委会的主委 蔡其昌说他兼任许多运动队伍跟团体的领导人 对于国内外的体育发展跟未来台中市的运动风气 也都有具体的规划跟目标 在运彩工会后援会成立大会上 立法委员张辽万坚 何欣纯 黄国书都来上台相挺 大家一致呼吁要动用体育发展基金 全民全力拼体育 让彩券经销商能够正常营运 发展台湾的公益彩券跟运动产业 记者李嘉津 萧朝全 台中报导 记者李嘉津 萧朝全 台中报导 记者李嘉津 萧朝全 台中报导